驾 你向我进宫吧 来 这样 来吧 向我进宫 你真聪明啊 你掌握了日子充全 李小龙说得很有道理 拳手之间要多多交流 才能够提高自己的拳术 日子充全正好弥补了空手道的 不利进展的不足 到时候你用上这招 让他防不胜防 李小龙非常坦诚 他好像并没有防备我们 坦诚不坦诚 明天我跟他交过手 就都知道了 明天你一定把你的徒弟们 都叫过来 有这个必要吗 别忘了 现在已经有人宣称 李小龙是不可战胜的了 我一定得把这个传言 给他颠倒过来 今天 李小龙国术馆馆主 李小龙和艾迪帕克大师 起诉权术 李小龙公开宣称 不管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人向他挑战 他都奉陪 此人狂妄至极 但是功夫怎么样 还要见识一下 他和艾迪帕克大师的较量 这事 这是 我 我的徒弟们 想见识一下你们的全数 那好 这是 李小龙国术馆的管主 李小龙先生 这是空手刀大师 艾迪帕克 艾迪帕克先生 什么时候到了西亚克里 我久闻你的大路 今天见到您 我深感荣幸 我听说 你眼睛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还听说 你挂出了什么招牌 任何人 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和你比我 你都会奉陪 所以说 我就 没有跟你打招呼 就来跟你切磋切磋 我想 这不算冒昧了 对 我是挂出了这样的牌子 无论任何人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我都奉陪 来吧 很好 大师 有机会跟您切磋 我非常高兴 但是 当着这么多人 有些不妥吧 啊 这些都是我的徒弟 谁胜谁负 无关紧要 来吧 嗯 不行 布鲁斯 不要和他比我 求你了 嗯 放心吧 没事的 我觉得他们不怀好意 布鲁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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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教授 这个艾迪帕克 极有新术 他总是摸清了对手的弱点之后 再去教授 所以 每战必胜 他在武术间 被称为百圣王 十五完美医院 垃圾 基尔 溅 尸 尸 走 走 布洛斯 你没事吧 你还好吗 布洛斯 布洛斯 长得重吗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龙 你们为什么伤我师父 布洛斯 别这样 好 谢谢啊 小龙 小龙 请 我都瞧不起我自己 真的瞧不起 我是个小人 不是吗 我偷了她的招法去攻击她 我太卑鄙了 没想到 李小龙教我的 就是她拿手的绝招 是啊 她是不防备对手的人 她对我太真诚了 她真是太真诚了 你能把自己的绝招交给对手 反正我不能 可是李小龙 她却把自己的绝招 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对手 这么一来 你我全变成小人了 好亚 在李小龙的面前 我们都是小人 我战胜过无数的对手 这次我输得很惨 我从精神上 彻底地输给了李小龙 我感到很耻辱 非常耻辱 我感到很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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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耻辱 别说了 都过去了 我伤了他 现在他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也恢复不了元气了 他 他去不了国书馆了 可国书馆要是没有他 就完了